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年第一號颱風 尼泊特在昨天被命名生成的 距離台灣還有2000多公里 現在來看的話 還是一個輕度颱風 還在成長當中 所以未來就要看颱風的動向 現在來說的話 它還要發展一段時間 你看它的雲形 這邊還有這些對流雲系 颱風是一個逆時針的環流 所以現在還在開始 輕度颱風的水準 預計它會很快速的成長 把附近的水氣 還有它的能量 做好一個整合的動作 所以未來就要特別關心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預測的結果 大致上它會把附近的水氣吸納 颱風是一個明顯的低壓 預期它會長得滿快的 現在大多數的預測 似乎會是往台灣的北邊 這樣擦邊 可能會往日本 韓國附近接近影響 所以未來要留意一下 那這個颱風也會帶來一些西南風 西南邊的水氣 所以未來的天氣 就會受到颱風 有一些干擾的作用 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下 那現在呢其實氣象局也有針對颱風 做出一個路徑預測 大概幾個時間點 各位來看 這個其實大概2 3 4 5 6 所以現在這是氣象局預期的一個路徑 它最接近台灣的時間點 可能是禮拜四到禮拜五這段期間 那最遠最快最快 大概禮拜三的時候 恐怕它的外圍 它的這個對流浪啊 或是很外圍的一個水氣 可能就會逐漸影響 大概禮拜三的晚上開始 到禮拜四禮拜五是比較關鍵的時候 請大家留意 但是呢各位要留意 其實這個呢 就是我們一般各國氣象單位 參考它的這個各種的路徑 畫出來一個中間的平均值 現在大家看起來很相近 但是事實上它都有很多的可能 所以特別是現在估計到 禮拜四禮拜五的話 大概至少有四五百公里的誤差 所以有可能是台灣頭 不會碰觸到台灣 也有可能會直接進來 那這個呢就要特別留意了 所以今年第一個颱風 我們已經將近有兩百天沒有颱風了 今年第一個颱風 各方面呢 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希望把這一次的颱風 安然的度過 不要帶來太大的災害 因為這個時候如果有風雨 這個對台灣的壓力都相當大 這個是各國的這種 最新的一個預測的結果 請大家要很介盛前程 希望它輕輕的過 不是很快的直接撞進來 影響不要那麼的大 所以未來台灣這幾天的天氣 都會受到這個颱風的干擾 大致上分為兩個階段 一個就是禮拜二禮拜三 其實都還是下季型的天氣 甚至禮拜二禮拜三呢 逐漸 特別是禮拜三 颱風可能逐漸接近 有明顯的這種下沉氣流 所以在台北都會的這個高溫呢 有機會37 38度都有機會 請大家要提高警覺的 要留意一下 未來這兩天還是熱 到了禮拜四五六 那就受到這個颱風的影響 這另外一個階段 會降溫也轉為有雨的天氣 會稍微涼快一點點 但是還是一樣相對比較熱 這幾天就是注意颱風的訊息 所以這兩天其實是不大一樣的 請大家留意 南部也會有一些影響 大致上南部溫度也會稍微降一點點 不過這個雨勢呢 或是它程度就要看颱風 到時候接近時候的方位而定 如果這個颱風 如果從南邊穿上去的話 當然可能就會有一些明顯的更大的雨勢 溫度可能就會降得更多 所以我們給大家一點建議 這個今年第一個颱風 請大家一定要很留意 周三之前都還是高溫炎熱 午後有一些局部的震雨 特別是颱風要接近的時候 我還是特別提醒 可能會有焚風或是很強的下降氣流 要留意一下 那這個尼泊塞颱風呢 會快速成長 它可能很快在一兩天 可能就會到中台的水準 甚至不排除接近到強烈颱風 不排除都有可能都有機會 那它的這個路徑呢 還是有很大修正的空間 最快的周三晚上外圍 非常外圍 可能會接近到台灣 所以請大家呢 要未來這幾天一定 每天要定期 注意一下氣象的訊息 不要說跟大家一樣 人云亦云很緊張 但是還是特別提醒大家 一定要很早一點做好一些準備 戒勝前程 絕對不是那句話 而是說現在真的要做一些準備 以防萬億了 我們來看詳細電視數據 我們每次看完便是 特別展示數據 我請坐在蒂迪 我們請坐在öglich 我們請坐在蒂迪 對阿語仔 我們請坐在一起